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李小嘉離任,港交所授押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片 全日恆子跌了156點 收報23980點 成交下達865億 今天港股可以說在24000關上穿梭 上下穿梭 結果收市時24000關還未跌少少 但不算跌得多 整體來看,星期一大跌了1000點之後 星期二、三兩天反彈 合共反彈大概500點左右 等於現在回到中間位 上過去,即是昨天最高24200幾點 大概跌幅總共1,270點的一半左右 現在就在24000那裡增持 方向就沒有什麼了 大市就很悶 成交也都收縮 市場主要是炒股不炒市 短期的大格局都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等待一些重要的數據 特別是美國的數據 昨晚美股公佈了 美國公佈了小飛龍 即是私人ADP的職位 私人職位 大跌了超過2000萬個 美數那些不要說了 2000萬個職位 但是美股昨晚都是個別發展 道指跌少許 納指升少許 不是很害怕 等待的是明天星期五 美國公佈的大飛龍和失業率 最害怕是大幅增長 不過這一刻市場都應該消化得七七八八 最害怕是跌幅是高於預期 但是這個大家要明晚才知道 暫時來看 就不是那個最重點 港股今天比較大的新聞 就是港交所的業績 以及港交所總裁李小嘉 就說明年十月就離任了 如果港交所在他十月離任之前 找到新人代替他 他不介意提早走的 這單消息 那今日的業績就一般 加上李小嘉說離職 港交所今日股價受壓 好 逐樣逐樣看 今天先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沒有畫到線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畫到線 會阻礙大家看 其實現在是24,000上下穿梭 一個多月 十個牛皮九個淡 我自己還是偏淡一點 覺得怕它可能會慢慢跌穿下來 除非怎樣呢 說過了 就是要站在24,300點之上 昨天跟大家說 如果你拿一條線 就是拿一條五十天線 都是24,300區的 除非要是上破五十天線 在上星期五的時候 曾經去過五十天線 不過就是得而復失 今天也是站在五十天線之下 後市要站在五十天線之上 才為之真是好 但如果我今天不給大家看五十天線 大家看五十天線 你看到其實這一個多月 現在是24,000上下增持 大跌下來之後 反彈了一點點 然後增持 這些就是 怕它是牛皮偏遠 五窮六絕 慢慢下降 大家還是要保持這個手勢 內地股市今天怎麼樣 出口數據優於預期 內地竟然說 四月份出口 按美元計增長三點幾個巴仙 優於預期 本來怕它跌的 但按年出口增長三點五個巴仙 當然 入口大跌 入口大減了14.2個巴仙 出口竟然有3.5個巴仙增長 所以 貿易盈餘 就是順差那裡 竟然有453.4億美元 這個數字 比較超於預期 不過 內地股市今天都沒得升 都是跌少少 上升指數未跌六點 現在是怎樣 都是一個打橫行 不過它偏好少少 偏好少少 有些反彈 都有些力量 比港股 起碼力量好少少 但就不是很大力 這樣 它已經站在馬天線之上 三天 這樣 所以 走勢上高 是較港股樂觀的 好了 真是比港股更加好的 當然是 美國的納子 納子 你見到 一浪高於一浪 不斷扯上去 差不多 跌幅超過三分之二 0.618的升穿 去到現在 之前3月3日 這個高位 是9000 070點 大概9000 現在去到8800幾點 9000這個區 才去到阻力 但是其實9000點 之前前浪頂 歷史高位 是9838點 現在大概差1000點 就是修復了大部分失地 納子是最強的 杜子呢 杜子呢 杜子沒有那麼強 大概現在又是24,000關 跟恆辛指數一樣 在24,000關那裡爭持 有上過有落過 又過多月 大概都是24,000關 恆子和杜子 兩個都是難興難帝 現在24,000關就爭持 如果它再沒有力再上的話 我也是擔心它 五窮六絕 美股其實都是sell in May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現在呢 如果它明晚的數據 是差過預期很多 或者真是 16%其實都是差的 我也是怕些會回落的 靠聯儲屋放水那裡 都放了 撐了上來 都夠了 是時候都回吐一下 除非再有新的利好消息 那會是什麼利好消息呢 現在特朗普就說到說 跟這個中國 他說下過禮拜三 他將能夠在約一到兩個星期後 所以 下過 總之未來那兩個禮拜 就跟中國會進行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就是看看中國是不是可以履行到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如果會的話 他就不再加關稅那些 但是如果跟劉鶴談完之後 對中國沒有履行這個貿易協議的話 他就會派到萊達希澤又再談判 甚至乎又再加關稅這些 所以現在未來兩個禮拜 就看中美關係 究竟是會走向這個惡劣 還是好一點 這個都關中美故事走勢 好了 講回今天的題目 港交所 港交所 李小嘉就說 明年10月 即2021年10月離職 如果找到人 他可以早點離職 李小嘉 翻查資料 他就是 2009年10月16日 就加入港交所 如果做到明年10月的話 就做12年 做到今年10月的話 就做11年 其實他對港交所 都可以說很長時間 執掌港交所 在這個期間 其實他做了不少事 例如收購了 英國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都算是一件大事情 香港的企業走出去 交易所走出去收購了 這個很著名的英國倫敦交易所 很長歷史 還有 其實他一直說 帶領港交所 這麼多年 都算是這樣 以前大家的股價很小 曾經去到300多元 現在200多元 都算是厲害 是吧 也有很多上市 曾經很多年第一 不過 第一季度 今年第一季度的業績 是一般的 淨利潤22.6億 同比下跌了13% 大家都知道 今年 沒有那麼好景 或者這幾年 相對來說 股市沒有那麼好景 盈利就不算很好 叫做不過不失 不過今天 說完之後 跌了2.8%左右 短期 大家看到 4月22日低位 就是短期支持位 239元 239元 後市如果跌穿239元 短期轉淡 如果能夠站上去 255元之上 才為之轉好 短期來看 現在代變 正在等待進一步消息 業績就一般 今天成交又大 12.68億 大成交 一支陰燭下跌 其實我也是怕它跌穿 這個 你當它240 239 這個位的機會 是較為大些的 如果李小家走了 你要看找什麼人接手 才知道 究竟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因為本身來講 李小家做了這麼多年 現在說走 你聽到當然是淡一點 不知道是誰 如果找一個更加慢的人 那就可以了 如果找一個 能力沒有那麼強的人 那當然差 現在不知什麼人選 所以很難評論 之後對他的股價是好 還是淡 不過短期這一年 還有一年多才走 大概一年半 在這一年半裏 大家不用覺得 一定是利淡 因為我相信李小家 都會做餘下工作 例如什麼 吸引更多的中概股 在美國回來香港上市 就是阿里巴巴回來 之後還有很多隻 會回來上市 因為他的人物關係 譬如說他做了這個 港股通 這件很重大的事情 令到香港和中國內地打通了 所以很多股票 如果回到香港上市 之後還會不會打通 譬如說 內地的股民 可不可以透過 港股通來買香港的 那些中概股 現在都買不到阿里巴巴的 因為正式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同股不同權 內地的股票 其實現在都不批 所以如果他打通了這個環節 就會對港股更加有利 所以餘下還有很多東西 是值得憧憬的 中概股回來是一件事 看看他有沒有辦法 再想多些 跟內地的關係更加密切 打通了這個 內地北水可以更加多些下來 那就為之非常好 昨天A股一幅市 雖然在面那一層 即是說 內地北水南流的 其實就不是很多 但是昨天的成交 立即大到超過一千億 就因為有很多地下水 地下渠道 那些水流出來 一幅市 A股就在港股那裡往回 所以其實跟內地的 金融市場的關係 更加密切 對港股是有利的 這個是事實 但是當然 我們一定要保持這個關卡 即是不能夠完全開放 因為兩個始終 這樣才能做到互補這個關係 香港是打國際波的市場 內地 他都不是很想這麼多 外資直接買它的 透過香港來買內地股票 就可以保障到內地的金融安全 香港打國際波 即是一路面向國際 這個是很重要的 香港金融市場 所以 誰做這個總裁 繼續守住這個 廣交所這個 就是全球 曾經的 No.1 這個想集資能力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情 所以 廣交所 看看誰換什麼人選 到時就決定到 後市的股價 即是長線 究竟是不是有利 我相信 都是繼續 如果長線來看是好的 但是短線 就會受壓 因為這個消息 跌穿這個239的機會 是大跌 好 那廣交所之後 今天有些什麼股票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有幾隻和大家說一下 美團 衝了上來 衝了上來 就說 這裡 曾經和大家說 現在大家等 他現在衝了上去 有一點點回吐 如果現在衝上去 有一點點回吐 明天如果回一點的話 去回105 或者106 這些可以想 因為他現在 是跌了頭上去 有回吐 不要緊 有回吐可以想 短炒 因為大市的方向未明 只是短炒而已 另外第二隻 做香港同心口罩的那間 原來是晶圓國際 今天升了12.5% 成交也都有 一棍上來 這隻 不過這隻少駐短炒 可以少駐短炒 指示位很簡單 跌穿這個1.99就走 如果後低 挨近2元 這些買得過 賣得過 不過少駐 另外一隻 現在有少少 好像想醞釀突破的股份 就是中國建財 今天升2.9% 少少駐短炒 未破10元 這個位置 如果它破到10元 前浪這個 大概是10.18元 你當它是10元2元 如果它再升上去 升穿10元2元 好世界 有機會衝一段 這些都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現在還未突破 這些是偷步買入的 不要太大注 如果它上到10元2元 突破到 再加多一點 所以看著來炒 總結而言 大市港股 現在基本上 2.4元 牛皮 我自己擔心會偏遠 所以炒股不炒市 短期找一些 有力衝上去的 就可以少住疫情 明天美國的就業數據 是重要的 大家萬物錯覺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